這個委員會到了今天的運作 有兩件事是公眾上都很強烈的 有一個感覺就是 這個委員會本身的保密聲明是很受質疑 任何的委員會當它確立了是閉門的 委會議員都要簽一個保密聲明書 就不能夠透露在內部會議裡面所討論的事情 不過大家都看到 當這個內部委員會閉門會議 不夠五分鐘裡面的內容已經發放出來 那你今後這個合作 今後這些人都是繼續參加在委員會的工作 誰感覺到會說大家之間可以有一個互信 再加上梁繼昌議員 也有一個很實際的 就是跟梁振英特首 大家都有一個公司 這個每一個人都站在一個位置 他一定要為自己那個公司來有 有傾向傾濟性的理由 那你仍然仍然在一個委員會 那這個是不是合理呢 所以這個委員會現在去到今天的運作呢 其實是不是都應該要重組好 解散好 如果挽回回對這個委員會的公信力呢 其實梁繼昌議員應該要自己辭職 不過你如果用不信任同意呢 如果被通過了的人呢 你還留在會議上是更沒意思的